3月份以来我们已经收到了 大约有超过1万这样子的一个申请量 基隆市推动公益电动机车方案上路 申请的建数突破万量 鼓励传统油车维修保养机车行 加入电动机车友善车行 政府将给予实质的补助 那我们近期呢 有跟我们传统的机车的一些车行的业者 还有他们的同业工会呢 有积极来做一些讨论 那我们规划来进行这样子一个 基隆市的电动机车友善车行的 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而市政府针对电动机车友善车行推动 及辅导油车车行转型 提出了具体说明 在基隆市现在呢 我们目前大概有350家左右的 这个传统的机车行 那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市政府跟无论是我们的传统机车行 或者是我们这个比较几个 跟基隆市政府有合作的这些 有品牌的电动机车的厂商呢 都有多次的会议 也都有密集的交换意见 那我想在这个整体 2050这个近零碳排 是一个中央的政策吧 那今天基隆市政府 也这个响应中央的政策 我们会持续的来推动相关的这样子的作为 那市政府会持续的辅导 我们在基隆市境内的这一些车行 通过经济部 主办的这样子的升级辅导 那又或者是我们鼓励车行 成为油电的合一店 市政府会积极的来推动 电动机车友善车行这样子的政策 中央政府在这个 不管是经济部 环境部还有这个劳动部 他们都有 一起推出很多的课程还有证照 然后来协助业者转型 那既然是全球的趋势哦 那也意味着如果转型的越早 那我们累积的这些创新的技术 还有这些经验值就越高哦 那所以基隆市政府下了非常大的决心 希望可以成为全国首座发放 青年电动机车的这个城市 但这个阵痛期 我们市政府绝对会与机车业者站在一起 那陪同各位机车业者 这个度过这个阵痛期哦 那我们除了结合这个 机车的制造商跟 原厂的这个技能训练外呢 那我们还希望可以引入一些 跨界的合作服务模式 包含这个推动服务的优化 还有智慧体验的行销 的共享合作的模式哦 希望可以提供多元的资源哦 然后产业发展趋势 与经营管理的相关资源来导入哦 政府强调电动机车友善测航方案 希望创造市府业者和民众 善盈的目标 让基隆市交通运聚的使用 更加环保更安全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